这两天超级官僚造成真正在农作部的顺恥 南大冠内在前 根据通报跟其他官司闭起来 较不太严重 这是因为冠内相对大众的地毕 刚刚是仅仅没有发现的期间 会整台北军也都有温正在的报告 所以造成的灾害并不明显 报告行政业农委会农留宿舟表示 根据起上级的消息 在几年这段时间也有1%的官僚 农民同样是必须要重视无法的工作 偏便农作部来伤害 面对很几天的強烈含流 较官的农作部损失 比起其他官司是较不太严重 这是超级含流 南投的农业损害大概跟其他限制比起来 应该还是比较缓和一点 那我们农粮署接到我们今天早上大概11点 收到南投报的损失大概是9万亿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含害的话 大概它的影响是会比较慢一点 是不是应该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还在等 我们老官比较重要的农作物是地隔壁 目前实际没有中大灾情团出 南投的话比较重要的产业大概就是茶叶方面 还有花卉方面跟那种蔬菜 那可能大概都是做很多都是属于设施的农业 所以它的伤害就没有那么的多 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我们南投的茶叶 南投的茶叶大概是占我们全国百分之 大概70以上 那现在还在休眠期间 变成我们春茶可能量会减少 可能品质可能会增加 那再来就是花卉的部分 那花卉部分单头的很多花卉都是设施农业 像葡营的香菇也都是 农严树表示 虽然这些含牛 对南投官的农作物影响不太大 不过陆下来也还有一波含牛 让農民同样来提前做好保护的设施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对这种极端的气候 气象预报是说大概过年期间 可能还会有一波的含牛来 那我想有备无犯 大概就是过年前这波含牛来的时候 就是请我们所有的南投的乡亲 尤其是我们农民朋友 就是尽量做好我们相关的防护措施 就是说你的设施农业有哪里有损坏的 或者说你有防风防寒的王 或者说需要我们农改厂 建议的你在你的那个旗沟里面灌水 然后在那个植株的下方 铺设电料 做一些防寒的措施的话 相信对那些保护的那些 我们的那个农作物都是有帮助的 面对林候在海 以后的工作如果做好 就什么都不怕 農民寿希望农民可以随时 注意起床 提前来保护农作物 现在行星以赞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云报道